为了要了解经济部中小企业协助花东地区原民产业 还有创业辅导的情况 11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召集人孔文吉 前往食材剂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来听取简报 同时也针对原民产业的新计划进行说明 建立部中小企业处11号来到食材剂资源中心 来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集人孔文吉 来说明正对10年来协助花东地区原住民住业 以及创业辅导的情况 一位工吉也提出建议 要求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和食材中心 正对修理箱和协助箱也能够加以协助办理 我希望正对我们花东地区 要怎么样吸引我们这个人才回流 给他们创业这个资金的一个方便 甚至于协助他们做行销推广数位转型 创业研发 那这个方面中小企业处 要怎么样去展示它的成果 他们都有在做 怎么样让这个成果能够更具体 更把它联合展现出来 花莲县台东县的 这些附加价值的这些产品 加工的产品 有一个平台可以推广 所以目前他们又有协助光复乡公所 将来做一个大健康产业的一个研区 那将来我也会来协助 怎么样让这个 从圆明会经济部 争取一些资源 来协助我们原乡的这些 大健康产业的一个计划 这样子 所以我想今天收获非常多了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年轻人 在争取创业资金方面 我们延明会也有协助 中小企业处也有 还有针对它的一个利息的补贴 这个都有具体的措施 李伟光基表示 经济部协助原乡各项产业 以及辅导创业部分 他会在经济委会大业的知识议算 同时也会提出原乡的需求 来真正落实 照顾原乡的各个部落的经营发展 记得节奏会节奏下部门 好 好 谢谢大家